这不得我还是个鲍鱼 活的 做人要做王上王 我是厦门自助王 大家好我是老胡 今天去吃一个牛肉自助 七十八一位 是新开业的 就在我家富远 去看一下 还要排队 不知道排多久 我十一点十六分到的 听到已经十二点五十四分了 来了一个个小时 这边的话是点长四次助 锅底的话二十万 这边的话还有这个鲍鱼 锅的 排了好久 已经很饿了 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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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很棒 这一盘有多少 半素棒肥最好吃 现在一点多了人还是很多 包括盟口还有人在排队 继续点肉了 鲍鱼还挺大 可能是人很多吧 现在肉上的有点慢了 我已经下完单 坐这边快十分钟了 第二步路还没上 你看那个肉快一点了 肉快一点 肉终于来了 这个肉肉颜色的话 深红深红的 又是一整盘 又是一整盘 这边是点 很好吃 肉的口感和质量都挺高的 还挺棒的 很酷 饮料不要喝太多 明依小口就可以了 因为这边的话都是胖酸饮料 很容易胀气 现在开始的话就继续先点肉了 不然它上了很慢 我下汤的话一次的话下十二份 这样吃的比较爽一点 可以吃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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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吃 ok 真太好了 那个牛嫩肉切完了 咱吃点别的肉 现在快要两点了 人还是满的 很有嚼劲 因为牛肉很结实 正常人的话 吃大概差不多 一斤 一斤多就差不多了 最多最多不会超过三斤 然后牛肉的话 店家的话B包价大概就是二十左右一斤 所以说对店家来说他是不会飞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感觉我是赚的 因为 毕竟我买不到这个B包价的肉 我要买只能去超市买或者是 市或者餐厂买 都是四五十一斤啊 最便宜也要三十多一斤吧 这一块的话这个肥肉部分很难嚼啊 要嚼很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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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这两盘差不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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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后面毛会有点累的 咬一点酸 已经吃的挺饱了 这家还不错 还有那个鲜活的大鲍鱼挺大的 那这期视频跟大家说再见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再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